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为了要提升驾驶人对路口新人路权和安全的重视 避免三岁幼童遭状的悲剧再次发生 交通部公路总局结合台南市交通局和九大运输业者 共同宣示落实车辆路口停让的文化 希望将路口的伤亡降至最低 根据统计去年台南市行人在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就700人 占整体交通事故5成 台南市府除了率先打造全国地座大客车入口停让的实境训练场 也预定今年完成百大路口行人安全计划 20号再次和嘉义建立所联合举办九大运输业 针对路口停让的宣示 记者会中公路总局除了宣导过去停看厅 还有慢看停的口诀 同时也线上连线大客车和计程车驾驶 示范指差确认的实境操作 展现路口安全的决心 指差确认是源自于日本的一个铁道运输 那它是一个安全动作 利用我们的沿手口 好 来确认我们 行经路口的应用 用英明人差 用英明人差 我们这几年就推动了路口的这一个 离让文化 那路口要怎么来做呢 路口要怎么来做呢 我们只要把这一个口诀记好就好 那路口的停让文化的建立呢 第一个我们车辆行进路口 一定要慢看停 那行人要安全行的话 那行人一定就要停看停 其实搭高铁或搭台铁的时候 都会看到 这个列车长或站长 在车子 列车停下来 或是门要打开之前 或是列车 乘客都上去 门要关起来 车子要启动之前 都会用这个指差来确认 月台上没有其他的人通过 这样子列车通行 才不会造成乘客的危险 同样的 我们在路口也是一样 所以很谢谢九大运输业者 在我们嘉义监听所的倡议下 能够落实这个路口停让 那我们也对于在路口没有停让 或者是在路口通过路口不小心 不办不精心 不注意的人或车 我们也都会加以劝导 甚或加以取缔 公路总局表示九大运输业车辆就有三十七万八千台 占全国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六 所以加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 就是减轻路口伤亡的重要关键 记者郭文吉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博尔特区游客人数众多 想要停车可说是一味难求 高雄市政府就特别将公园停车场内 原有的三十格大客车停车格中的二十格 改为四百四十一个机车位 以祭次收费的方式 让民众能更方便的停车 同时也疏解违规零停的乱象 博尔艺术特区经常举办文艺展演活动 观光局年报统计 去年游客就高达六百多万人 都市里寸土寸金 停车场一味难求 市府发现这样的情况 为了疏解违规零停的情形 将周边的公园停车场原来三十格 放置大客车的位置吐销了二十格 来增设四百四十一格的机车位 加上原有的两百五十一格 目前共有六百九十二格机车停车位 让附近民众方便上班停车 旅客来博尔游玩也不怕找不到位置停 因为我平常本身在这边上班 那其实到假日的时候 这边的机车位都是供不应求 然后政府他们常就是会 就是临时把这边指派成 机车的临时停车场 那我觉得这次把它整体的规划 直接变成一个常态的停车场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对民众来说也是比较方便 因为这边附近有live warehouse 跟高流 所以只要演唱会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规划是一个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做法 因为我们其实像博尔这边 我自己是高雄人 所以博尔这边其实到加热 其实摩托车位置是还蛮满的 不太够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 这样还蛮符合这边需求的 以往这边机车阁不用收费 但为了避免有民众长期霸占 或是停放无排车 飞汽车 影响民众停车权益 造成维护上的困难 交通局针对停车场 以及周边大一街 毕信街 与新华街等路段 也做了场地收费管理 我觉得还可以 对对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还蛮正常的价格 我觉得还算合理的价格 因为毕竟也是使用者付费 那边是属于观光油气区 那在博尔还有大一仓库那边 其实就是流动性的客人 旅客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把那个机车停车场 纳入收费 纳入收费就是祭次 每一次15块 但是隔天另祭 那所以这692个 我们从6月12号开始 就采用祭次的机车停车收费 那为了做一个均衡 所以我们也把周边的89个停车阁 也纳入了停车收费 机车停车收费来取得一致性 交通局表示 为了改善游客停车的困扰 以往会在连续假日时 将大型车区域临时让机车停放 经过多次观察 发现大客车停车需求不高 所以保留了10个大型车阁 将其余的位置增设成机车停车位 同时也将原来大型车阁区域 有破损的扑面进行维修 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上下车环境 记者潘志光和文宇高雄报道 再电影来看台北市政府 持续推广台北友善店家的服务 除了新增多项友善服务项目外 更邀请创作歌手魏佳莹 为友善店家创作主题曲 另外延续台北有故事的主题 还有7场次的体验小旅行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期盼与各大商圈合作 增加友善服务店家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体验台北市友善好客热情的城市美丽 创作歌手魏佳莹 亲自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 这是台北友善店家主题曲 已经在台北市居住多年的魏佳莹说 自己真的很喜欢台北 泡在台北超过24场 因为我就住在台北 有没有什么特别去截取灵感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我在台北也住了好几年了 但就是那时候刚搬上来的时候 然后朋友都会担心我 想说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不习惯 我想说我好像绝对蛮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对而且很喜欢台北 我还有就是早上嘛 然后你好就是 白天的时候 白天才可以用 对对对 晚上是要用 你好 与魏佳莹联手拍摄外语宣导片的网红 伊库老师 也分享自己与友人在台北店家消费的经验 直呼台北市真是太友善了 那个时候是 现在我的朋友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呢来到台湾 然后想要让他说刚刚一点点中文 然后练习 但是呢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会用日文 全部都是日文来回答 所以你没办法用中文 没办法练习 完全没办法 老师刚刚要准备一下音乐的 在歌词填空游戏中 俏皮跳着时下最夯的花朵舞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期盼 透过让人朗朗上口的主题曲 加上多国语言的短影音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台北体验友善城市魅力 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观光呢 跟消费我们的诉求的对象 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旅客 而是呢是国际友人 所以特别特别伊库老师 我们希望拍国外外国的一个语言 能来宣传台北 让大家认识台北 也希望能够来台北来旅行 那另外呢魏佳莹的部分 他年轻人啊 创作一首歌曲 来当做我们的主题曲 这个主题曲也希望能够 未来我们都用这首歌来当过主题曲 让大家认识台北的友善 因应国门开放 已经吸引超过700家店家加入的 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目前包括有英日韩外语友善 行动装置充电 穆斯林友善等共15项友善服务项目 未来还将加入高龄友善 及私自友善 让服务更全面 未来我们还会做高龄友善 跟私自友善这一块 把它加进去 让我们社区 让我们的邻里周遭 能够感受到我们店家的一个诚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圈推展出去推销出去 让国际以及国内的各个地方的人士都能希望喜欢来到我们台北市 那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 除了延续台北友故事主题 规划七场次 带领民众走访西门中山 道道成士林万华级民生社区六处特色商圈的友善店家小旅行外 即使起到8月14日 更推出由我代理走创意活动 民众使用店家优惠券或友好金进行消费 还有机会抽到万元友好金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友善店家的网站 就今年参与的所有的店家的 我们店家所有的名号 然后大家可以去里面玩趣味的小游戏 完了之后呢 应该就可以得到优待券 或是有200元的友好金 然后之后你就拿着优待券跟友好金 你如果再去我们的友善店家 就这200多家去消费之后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抽一万块以上好的友好金 可以抽一万元以上的友好金 或有很多的家电产品 总共算不多就36万 但就让大家一起来 透过这样的过程之中 来让大家更多的店家 来认同这样一个友善的概念 林毅华强调台北市 不只有丰富多元的特色景点 还有热情好客的店家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 台北这座城市的友善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风雨里 有大片的彩绘墙 每年还会举办动物面具游行 深受民众喜爱 今年的老虎装置艺术受损 再加上有蜜蜂竹巢 为了安全考量 里长将他移到虫化区 没有想到却接到民众的投诉 一块关心 高雄市三民区风雨里是动物友善社区 里长每年会举办动物面具游行 但去年因为疫情改为静态展 里长自掏腰包制作大型装置艺术 让大老虎福气在彩绘墙前 提供大家拍照打卡 但是因为福气在外面风吹雨淋 身上也有些破损 尾巴的地方也有蜜蜂竹巢 里长担心里民的安全 所以决定将福气移到虫化区 没想到就收到民众以999申诉 让里长苦笑不得 昨天就是接到那个 1999的民众检举说 这个大型的装置物件 然后原本在那个彩绘墙那边 为什么被里长失字 拖到那个虫化区的闲置空间摆放 他希望说是相关单位可以把它移回去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种东西是里长会做的 都会觉得是相关单位 或者是公家机关所设置的东西 那里长为什么可以失字把它移走这样子 因为他就是在那边 就是蛮漂亮的 可以提供运动的人 或者是民众打卡拍照这样子 里民也表示里长还是个艺术家 不只装置艺术大老虎福气 还有绿狼道的彩绘墙 都是里长的细腻构思 不只美化了社区环境 还提高了风雨里的知名度 吸引游客拍照打卡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是非常老旧的一个社区 有里长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这五星当中就提高我们这边的那个里的一个知名度 至于因为民众 民众原来的结局 民众大概原来摆设在那边变成一个打卡的重点 接着把他搬离开以后 他人们好像缺少的什么东西 大概他们有这个意愿是说希望能够再把他搬回去这样子 发现这个里上多了很多艺术的空间 区域的展示的空间 我觉得是跟别的里不一样 里长接到民众投诉电话 表示无奈又有趣 今年兔年里长与里民 在年初也完成了五支吉祥物 最近要到别的地方展出 想观赏的民众不用再拨打1999 我们听听看里长怎么说 这个兔兔跳跳系列 在我们风域里有五支 那是在过年的时候 与里民跟小朋友跟幼儿园的老师一起完成的 那接下来在七月的时候 这个兔兔跳跳也是会移走到 宴朝动物收容所所展出这样子 风域里里长也预告 今年的动物面具游行 目前预计在11月举办 也会制作新的大型装置艺术 请大家拭目以待 接着吴家伟和文渝高上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东信国校民俗体育班厨艺已久 但是民俗体育不荒废 成为校本课程 全校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斑斑的学子都很会跳绳 从速度要求到花式跳绳 今年还跳出了不少冠军 超厉害 这速度夺得市长杯民俗体育个人组冠军 一样得享的学长姐一起站上台 跟大家分享跳绳的喜悦 跳绳都是开心的 我平常都练一个小时的跳绳 如果每次遇到放弃的时候呢 就想自己拿到奖状那时候的开心 就想要继续跳了 遇到挫折不要害怕困难 要勇敢向目标前进 斑斑都有跳绳 斑斑都会跳绳 每个年级大集合 一生会有展现跳绳的乐趣 我运动我跳绳都很开心 可以让我更健康 可以让我长高 跳绳最大的收获就是 自己能够长高长壮 然后就是充实自己的生活 不只提升了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 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精神 东信以往著名全市的就是我们的民俗体育班 但是后来虽然民俗体育班猜测之后 但是我们依然把跳绳设为我们学校的校本特色课程 我们每一个东信的小一新生到六年级毕业 我们都要必须学会一跳一回旋 二跳一回旋 后跳一回旋 交叉跳跑步跳 到一跳二回旋 甚至到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必须还要学会大神的十人集体团体跳 要跳过了我们才能毕业 聪明学习其实是要靠运动 透过我们每一个老师的细心指导 我们都希望我们东信的小孩子 每一个都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孩子们以自信和毅力跳跃着 毕业典礼的考验就是跳大神 欢迎校友们回娘家 感受跳绳的魅力与学弟妹们的坚持与热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让学生认识各行各业 台南市儿少发展协会举办参访活动 前往台南智乡公访参观 除了听取乡破老板蔡永元讲解智乡发展外 也让学生亲手体验智乡的过程 增加孩子对各行各业的认识 它的产品分两大类 第一是城乡类 第二就是盘乡类 还有其他就是其他的重要类 就像风筷 儿少协会的孩子 认真听着老板蔡永元的讲解 从城乡的产地 品质 再来也说到乡的制作方式 精彩的内容让学生听得兴趣十足 以前都不知道制作的过程 但是今天来几期看到觉得就蛮特别 因为以前就只有看到城匹这样 然后不知道它的过程是这么复杂 儿少协会透过举办职业参访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鼓励青少年 能从多面向的探索当中 找到自己的兴趣 开创未来的发展 今天带他们参观我们自乡 也要知道他的过程 是因为我们要让孩子多学一些不一样的技能 所以我们除了让他去烘焙 还有学习一些其他的像汽车修复之外 我们还会让他们来看一些 就是快失传的一些那个自乡 怎么样的过程才会变成一支乡 让我们可以去做外办 那还有一些像陶艺我们也都 今年也有采取这样子的课程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体验 让孩子可以说原来寄的还是有很多 这些青少年他们很喜欢庙椅文化 跟香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带他们来看香是怎么制作的 就好像连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 那如何从香粉 如何从一条木枝到一个香 让我们去了解自乡怎么做 人生的成长怎么成长 总会长施俊俊表示 在自乡的过程中 除了能让青少年习的技能以外 也可以缓解青少年冲动个性 安定心灵 同时还能学习到职人们敬业乐业的精神 记者张受为采访报导 在国际反毒日当天 高雄市防毒局与银行业者合作 邀请指风车剧团前往凤翔国中 演出反毒戏剧《拯救福士德》 希望用活泼互动的方式 强化青少年及校园反毒的宣导 让青年学子认识毒品的危害 进而建立正确的防毒观念 这个是什么啊 黑 卡 灵 反毒戏剧里 魔鬼诱惑福士德出卖灵魂 让福士德认为 吸毒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结果适得其反搞坏了身体 为了获得毒品被魔鬼控制 差点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毁了一身 因为他受到这个巫术的影响 以为说和这个巫术 能够交换到很多的魔力 结果后来发现是跟魔鬼的交易 也就是跟毒品的交易 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地狱的一个境界 那后来透过很多的旁边的好朋友的拯救 让他能够回到正常健康的生活 高雄市毒房局为了响应6月26日的国际反毒日 特别安排校园反毒活动 主要是强调反毒要从教育及校园扎根的重要性 希望以反毒戏剧的方式传达勇敢拒绝毒品 远离毒品的反毒意识给青少年 建立正确的反毒观念 那当然我们很强调就是反毒要从教育及校园扎根 尤其反毒是家长最重视的议题 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子风车 擅长的反毒戏剧的表演呢 能够在校园里让更多的青少年 学到这个正确的这个防毒的观念 快乐 试试看 试试看 试试看啊 好 随着剧情的演变 观看演出的凤翔国中学生深深被吸引 也和演员互动频繁 反毒观念无形也深植学生心中 毒房局长特别感谢银行业者多年来的赞助 以及学校配合和里长等人士的支持 公司协力促成这一场反毒公益活动 刑案里面 80%以上的刑案 都是由毒品所衍生或造成的 所以多办一些这种反毒活动 让基层从国中高中这样做起 会带给教育上更好的一些的知识跟常识 但是因为这个社区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学生大概比较缺乏这样的意识 但是就很怕说他们接触 不离开这个社区之后就会有一些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担心的一群 只要紫风车剧团戏剧工程一直持续向前走的话 我们招风银行文教基金会也会善尽社会责任一直持续的支持下去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反毒校园的一个扎根能够和招风银行文教基金会持续的合作 持续的推广 让高雄市的这个校园能够真正的远离毒品 让这个校园领毒品 毒品无孔不入就在你身边一不小心沾染上就跌入万恶冤手 尤其青少年最经不起毒品的诱惑 经意预防胜于治疗 将试毒反毒剧毒的观念向下扎根 就是最根本的防毒做法 记者吴家伟赖长邦高雄报道 新北市城乡局 112年度新北市社区规划师社区培力与实作工程名单出炉 本次共有16组提案获得青睐 新北市土城区祖田里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入选了 以公庙文化及自然生态等在地特色 将里内的各个亮点区域连成一线 在捷运三音线通车后 就能轻松来场社区小旅行 土城区祖田里里长吕惠美常年致力于社区规划 在环境整治与美化上不遗余力 不仅让里民们各有干净舒适的休憩空间 更将里内的特色人文自然景点进行全面规划 已经连续八年入选 新北市城乡局社区培力与实作工程名单 长年下来一点一滴的来翻转祖田里 我们祖田里它是一个生态非常的多样性 然后它历史文化也非常深厚的地方 那所以在我们做社区规划室的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就先从我们的生态园区来做起 那我们在105年到109年 我们就做了这个月累亭跟散散史的生态园区 那这两个园区也成功的营造了 复制的那个富裕的那个萤火虫 还有非常多的多元化的种物的生物的多样性 那生态非常的丰富了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区块做好了以后 我们在做到我们的重现大安寸的历史机 李慧美表示西头路早年为社区唯一的连外道路 道路狭小仅邻住宅 许多在地民众及生长人士只能比邻道路吹风休憩 在111年的社区规划室社区培力实作工程中 将临近用来停车的空地规划为修气空地 设置座椅以及花圃美化 让街坊邻居能够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场地 能够聚会休闲 那个区域是早期都是废弃车在停的地方 或者是被一些私有车占住 就是特定的人士在使用的地方 那变成说我们的民众 因为这条路很狭小嘛 那所以民众走路都会走到路中间 就人与车争到 后来我们就发想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 可以让民众休闲的地方 那至少我们以后如果捷运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从这里做一个导览站 然后再一路引导上去我们的龙泉路的生态园区 还有我们未来想要做的朝圣之旅 我们当初有开工作坊来跟民众他们讨论 要怎么把它规划成什么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很多的民众 出来帮我们协助啊 砌砖啊 还有椅子的制作啊 或者是地面的铺设啊 还有给我们一些很多的想法 里面的大安寸早年负责引入龙泉吸水 灌溉周遭一带的稻田 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及民生价值 随着工商业逐渐普及之后 农业灌溉需求下降 逐渐失去了在地方上的重要性 为了保存并且唤醒民众们的历史记忆 在水浸周遭一带的巷弄进行美化 才会到米及水闸门的土岸 象征往日的生活光景 其实我们主题里的大安寸是 大安寸的浸头 因为它早期从这里引龙泉吸的水 跟三峡河大汉吸的水进来灌溉土层 跟到板桥有1800多公顷的稻田 那后来因为工业科技的发达 我们农业社会已经没落 所以这个勾曲就没有人知道说 它为早期是做什么用 但是它现在虽然已经让人们淡化了 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垃圾的勾曲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它以前早期存在的价值 那现在我们应该把它做一些的 让后代的人可以知道说 这里原来早期是有这样重要的功能 那我们也把这些历史保留下来 让大家知道说这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吕慧美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里内的各个特色区域 将祖田里独特的自然地理以及人文历史能够串联起来 在捷运三星线通车之后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祖田里交游踏青 看见地方的旧日与新生 记者已根基新北采访报导 陈锋超过60年由经典电影搜藏家博物馆 南一大团队半年的协助 修复完成雪甲瓷济宫上白礁庙会造奇珍贵的八毫米影片 庙方特别在庙城举办公开放映 邀请到乡亲到场感受早年庙会文化的点点滴滴 画面上所看到的影片 是雪甲瓷济宫在民国60年代 用八厘米摄影机所拍摄的庙会记录 这批底片后来就这样存放在仓库50多年 庙方在2019年时整理资料时发现 但因为损坏严重 庙方特别委托电影搜藏家博物馆 以及台南艺术大学进行修复 以及转路程数位化 非常高兴我们把60年代 那时候我们的雪甲上白礁的挂香 这些珍贵影片已经尘封了50年 50几年 那我们透过我们南艺大 我们警院长我们为电影 国家这个影像中心 来帮我们修复 这个是一个让60年代的一些影片 能够再重现江湖 能够让全台湾甚至全球的这种民俗记忆 留下一个珍贵的片段 这次修复的民国60年巴黎米影像 比2022年修复的民国70年的影像 让记录更提早10年 由此可见这批影像的珍贵程度 这一批是发现在民国60年 当时的上半礁的记录影片 也就是1971年 距今已经是12年之前的 那么上一次 也就是2022年修复的那一批呢 是民国70年 也就是1981年 就是前后之间的差了10年 所以他的这一次修复的 比上一次修复的更糟糕的实力 所以他的珍贵性是更无非言可遇 雪甲慈济宫上白礁庙会记录影片 目前已经修复完成 影片全长一个小时多 庙方特别在慈济宫广场举办公开放映 让前来观影的民众 感受到早年的庙会文化 记者张寿为采访报导 基隆旺海巷有家特色泡面店 标榜自助吧 有青菜肉片海鲜任君挑选 一旁还有网美饮品店 许多人慕名而来 享受这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 泡面里加入满满的料 有肉片蔬菜之外 还有多种海鲜任君挑选 这个是韩国人 这个是日本辣面 这个东南亚泡面 墙面上一整面的泡面墙超级吸睛 算一算有200多种世界各国泡面 新拉面它的品牌 受年轻人的喜欢 安城汤面 这也是韩式的 所以可以显得意见 韩式的泡面跟拉面 它是受目前所有网友 最让我们意外的 我们台湾的 这个就是花雕的酸菜牛肉面 虽然30度高温 大热天中午民众对泡面还是情有独钟 店外满满人潮 蛮好吃的 天长会这样煮 不太会不会加这么多料 就只有煮一盆泡面这样 加个一点肉片而已 先点巴鲨鱼 然后还有一些 它蛮多种菇类可以选的 然后蛋也有三种可以挑 靠近基隆望海上这间泡面店 里面有自助吧 冰箱里满满海鲜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还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一起来吃海鲜泡面 我们这边选购我们的泡面 都可以有自己搭配不同 喜欢的这个料理 不管是海鲜类有虾子 大白虾 有鲍鱼 还有一些淡菜 或是牡蠣 还是一些套Q 那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然后我们都有不同 提供给所有的游客 可以来公开选择 那我们也非常丰富的 这个很多的蔬菜类跟菇类 还有一些火锅类的东西 这个借我这个 你的料比较好 看看一掌同志伟 儿子议员许瑞池 自己挑选的海鲜泡面 有淡菜 透抽 虾子 香味立即不皮而来 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日式的 这个猪骨 猪骨的一个拉面 然后搭配我们的海鲜 那这日本跟我们的 咖玛店跟我们的海鲜 跟我们现在在地的这个中正区 这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好地方 其实是非常搭配的 所以业者可以想出这样子的创意料理 其实对我说是一个非常新鲜 那我今天从海边这样走过来 其实我们刚刚喝完咖啡 喝完饮料 再来吃碗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午后 我本身非常喜欢这个韩国Q弹的辛拉面 那再配上这个新鲜的海鲜以后 真的超好吃绝配 那这里有大概多达两百多种的泡面选择 那每一次我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泡面 像是有泰国的啊 有韩国的或甚至缅甸的 甚至还有菲律宾的 加了海鲜的泡面 价格平均落在一百到三百元之间 吃完泡面还可以到隔壁网红店 喝杯调酒饮料 消暑又解渴 八斗子在原住民话里面叫八斗 八斗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女屋的意思 因为八斗子这样的一个地形 其实过去是一个烟雾缭绕的 那这个饮品特别设计 它有一个烟雾的感觉 那也有一个女屋的一个意象 非常适合在我们中正区做一个代表性的饮料 这里除了这个饮料好喝 那这是一个五酒精饮料 那它也非常有意象 然后特别准备了一个基隆的意象 大家有看出来这是一个鸟笼吗 老板也特别找了一个鸟笼 来装我们的这个饮料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 大家来这边走走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深陷的地方 暑假忘记到来 来望海上玩水之外 来一碗海鲜泡面 喝一口冰凉的饮品 三海美景相呼应 视觉味觉双重享受 记者黄绍明就有报道 再带你来看高雄沿城区巷弄内 有一间吃茶馆 从店内的装饰品到贩售的鸡蛋糕 通通都是怪兽造型 老板更使用蝶豆花加入鸡蛋糕内线 模拟出怪兽喷射的蓝光 吸引了不少怪兽迷前来仇胜 高雄沿城区大智路的小巷内 这间日式吃茶馆风格的小店 正在飘着鸡蛋糕的香气 走进店里满满的都是怪兽造型的摆设 老板从小就是怪兽电影的粉丝 两人花了四年多的时间 从日本和网路上搜集到各式各样的怪兽周边产品 意圆自己的童年梦想 怪兽造型本来自己就很喜欢 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那个怪兽 他觉得就很帅这样子 他觉得如果把它做成鸡蛋糕的样子来说 应该会蛮厉害的 对 所以后来就决定用怪兽造型 小时候就看到那个电视上 有龙翔电影台啊 或者什么播的怪兽的时候 就觉得很帅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 还没有钱可以买那些东西 所以长大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很多东西 这个怪兽的东西这样 这里其实是鸡蛋糕专卖店 而且连鸡蛋糕的造型都是怪兽 除了外观可爱 两人用心钻研口感和口味 在味道上也绝对不马虎 我当初去烘焙坊学的学完之后 自己烤的烤起来很干 其实有些朋友试吃完 就是给我的回馈没有到很好 所以我们后来又在自己去调整 自己去尝试 然后就尝试出来后来调出来的感觉 比较湿润一点 比较像是蛋糕的口感 那因为加了鲜奶 它比较就是没有再另外加水 然后也不会说可能加一些额外的添加物 所以其实也之前遇过有些客人 他可能容易会有脏气的问题 可是他就说他吃我们的鸡蛋糕不会 因为我们当初做的时候就是想说 鸡蛋糕的口味一般大家比较常见 可能像是卡士达或欧尼 那我们就想说 既然鸡蛋糕我们要做外形跟人家不一样 那我们内馅的话也想说可以做特殊一点 那像原汁兔奶就是 我们是用哥吉拉不是有一个色线 它放出来的色线是蓝色的 那我们就是用蝶豆花 把它加入卡士达 然后蓝成蓝色的内馅这样 就是跟一般的卡士达比较不一样 然后也是用天然的成分去做 把它煮过这样子 所以其实小朋友吃的也是可以很安心 除了招牌蝶豆花卡士达 店里还有少见的红酒苹果柠檬乳酪 过去带着餐车环岛的经验 更成为如今开店的灵感 因此出现了限定的剥皮辣椒口味 那还有像红酒苹果跟柠檬柠檬乳这两种是 就是我们在做馅料的时候 我们觉得一般去吃甜点 不是会吃到很精致甜点的内馅 那我们想说这么精致甜点的内馅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当成 鸡蛋糕的馅料 就是让一般的平民小吃可以 就是你有不一样的体验这样子 锅皮辣椒 锅皮辣椒是我们在花莲的时候 然后就当地就遇到 也是很喜欢怪兽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推荐我们说 你们怎么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很久 想说要找甜的内馅 可是他们就说 那你要不要就是有一种逆向操作的感觉 就是包一个馅的就是比较特殊 那想不到包进去之后就是 反应还蛮好的 就是他们觉得这样 就是有点辣辣的咸咸的 然后又加上鸡蛋糕面糊的香气 就是 爆出一个新的味道这样子 我是桃园来的 然后是在FB跟IG看到 就刚好这几天来高雄玩 就 就顺道来这边 真蛮喜欢怪兽格吉兰 就还蛮喜欢这里店里面的氛围 就是蛮日系的 今天点蝶豆花跟当日限定商 是很口味 就还不错 蝶豆花吃起来甜甜的 然后它的颜色刚好也是像 哥吉拉吐出来的那个原子一样 对 因为对怪兽的热爱 还有对美食的梦想 老板一路从经营餐车到开店 都有许多回头客造访支持 下次到高雄沿城区 不妨到这间可爱的怪兽小店 来断轻松的下午茶时光 据而吴家卫李凡飞高雄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南人籍老店海龙肉粽 位在神龙街Kigetzu 目前整修成海龙新花园肉粽故事馆 每个周末假期面费开放参观 希望为文化古街增添新气象 海龙肉粽是台南深居历史与美味的老字号 在创始人辛海树与陈玉夫妻 共同努力打拼 从神龙街原本只有两坪的店面 扩展到两楼三进的主屋 在后代子孙辛九雄的带领 同心协力整修Kigetzu 把海龙发展的历史 一一重现在海龙新花园 成为种植故事馆 因为我们老婆老婆 我们来这里做 还来这里买 给我们生我们这儿的小孩 生八个小孩 带他们我们大人 都没反受的苦 所以他过往后 我们就把众队 以这个辛苦去家庭 把政策 把众队的一生 这样的勤劳 可以把政策 教育这儿的小孩 大家都成功不错 众队做一个纪念 让大家实施可以下廉 整个新农家的文化气息 这是一楼的丁寺的目的 像我们老婆在这里 他那时候自己这样辛苦 自己拨后 放在车上 用拆在外面 他都可以拨 那一楼的 撒好后 一楼开始拆出你买 不买差不多两三点 就不好了 他就说 我们就收拾 再重复回来 这就是很辛苦的 这个地方 所以他打拼出来 我们就要把他拥做 那一楼 让大家可以笑量 位于神龙街 64号的Kika厨 经过重新的 整修为海龙新花园 肉粽故事馆 18日正式开幕 吸引许多肉粽迷前来 而且也唤起不少人的回忆 很大的鼓励 这也是我们从小常来的地方 甚至于这个大楼 我们都来帮后粽子 来这里住过 老人家很亲切 夫妻都很亲切 所以这个纪念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个传承 馆长辛九雄表示 他们重修老房 主要希望留下父母 做生意的手艺与方法 提供后人怀念 并且打造家族的历史 同时也保留老街的文化气息 未来每周六日 将开放免费参观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左营果贸社区 这里有小香港之称 吸引了许多网美来拍照打卡 除了集合式的住宅 和鸽子龙的铁窗外 里面居住的住民及饮食习惯 又有哪些异童呢 港都社大就邀请来台定居的香港新住民 来课堂分享 希望增进两地的文化交流 左营果贸社区最特别的 就是圆弧形的集合式住宅大楼 如同星圆般向外扩散 而被外界称为小香港的原因 就是每一层每一屋都有一个阳台 还加入了铁窗 像鸽子龙一样 连香港新住民都说像极了香港 他们的这个铁窗就是比较小建的 在香港以前就是比较70年代 80年代建的公共房屋 他们也是用这个铁窗 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是用铁窗了 而像果贸社区这样的大楼 香港人称为乌村 里面的住民大多是从广东来的移民 有一项叫盆菜的饮食习惯 和台湾的流水席很像 祝寿天丁时 主人家都会摆桌请客 把一盆一盆煮好的佳肴断上桌 请大家吃盆菜庆祝一下 以前是用木盆装的 那现在慢慢演化 我有看过香港有些村是用陶 就陶瓷盆的 有些是用铁 现在都用不锈钢或是铁的 我家天丁天寿人 然后就是一起 对对对对 像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沿袭这样子 它跟台湾的流水席 好像有点相似吧 只是它里面的内容 跟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不是随便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下来的 果贸其实它的整个文化脉络 是眷村沿袭下来的 所以说是大江南北的眷村菜 眷村味在这里面 然后现在这几年是早餐店 但是也都是维持的以前 这种面食文化的这种特色 长期经营地方文史的港多社区大学 在几堂课的学员当中 发现左营古山有许多香港的新住民 进而开始研究果贸社区 和香港乌村的异同 未来将会聘请这些香港新住民当讲师 开设有关文化入港社的课程 我们也关注到说香港移民社群 在台湾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然后很大一部分是定居在我们高雄的 左营和古山这一带 所以说我们社大本来就有要推断公共议题 所以说我们就有邀请 我们就跟香港朋友成立了一个文化入港社的 一个社大的社群 那希望说下半年开始 我们要真正推一些香港的特色课程 我们的两个家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 那我也希望把香港的文化也保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大家去认识 多一点认识 那让大家在生活上面可以互相融合的多一点 互相理解的多一点 因为高雄是一个港都 然后香港也是一个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地方是很相似 所以两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家 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社 就是将台湾的文化介绍给香港人 将香港的文化介绍给台湾人 随着政局变化 有部分的香港人移居台湾 发现高雄有个神似香港的地方 虽然在异地却有个熟悉的家乡味 也希望透过社区大学的平台 彼此交流两地的文化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南市议会总质询中 市议员郑嘉欣用自己的动漫造型 设计各种人偶装扮 五年来他用简报吸引了官员的眼光 来争取建设 一年只有两次的总质询 议员除了把握机会为地方争取建设 为选民请命 加上全程直播也是自我宣传的最好管道 所以第二任议员郑嘉欣 每逢总质询和其他议员不同之处 就是简报配合议题 用自己的特色设计各种Q版造型 有严肃又轻松的动画 来吸引官员眼光 我认为我有在观察 每一次议员的市认总质询 那些赤補官员 他们都在滑手机 如果还没有轮到他们 所以如果我把整个我的PPT 可以呈现出一个动画 做成一个比较幽默 然后甚至又搞笑 或者是说严肃的都有 你们可以从PPT上面可以看到 所有Q版的 不管是表情 动作可以呈现出说 我所对这些官员 所要期许的 也是在提醒他们 让他们可以牢牢的记住 增加他们的印象 这样他们才会重视 议员在议会认真咨询的专业态度 也反映在对简报的用心创意 手机当中留下五年来 所设计的各种版本 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虽然平均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 仍然甘之如饴 要花将近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甚至 因为每一个贴图我要用小影 然后要把它转换成GIF档 甚至说我还要去网路上找 这个Q版的娃娃的身体的结构 再整个把它汇入到我的头型 因为头型是不变的 可是Q版的这个身型的话 是要去上网去找 因为又有顾虑到这个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要做整体的规划 然后重新的来话 一张一张引人入胜的活动简报 除了是议员的心血 更是希望争取建设的利器 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c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民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